今日头条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长春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目前草案已经起草完毕了 现在处在一个向社会广泛争求意见的阶段 即将出台的条例当中对电梯安全使用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有一条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物业服务企业要是以业主未缴纳物业费为由 限制承诺电梯的话就会被问责了 最高可被罚款5万元 长春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中规定 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履行电梯安全管理责任 包括在电梯的显住位置张贴有效的电梯使用标志 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应急救援电话等 确保电梯紧急报警装置有效使用 电梯发生故障或存在事故隐患的立即停止使用 发生电梯乘客被困故障时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实施救援 确保应急救援电话24小时有效应答 在乘客被困30分钟内赶到现场救援 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住宅小区的电梯管理 长春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也对住宅小区的电梯 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业主应当配合物业服务企业使用管理好电梯 同时也应当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自己的职责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也不得以业主未交物业费为由 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电梯维护保养也是重要一方面 长春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中规定 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对其负责维护保养的电梯 每15日至少进行一次维护保养 每6个月至少进行一次检查 并向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出具自检报告 一旦发现电梯紧急报警装置不能有效使用 乘客被困电梯为及时救援等问题 将责令其限期整改 是具体情况对电梯使用管理单位 维修保养单位进行处罚 最高罚款金额可达5万元 采访中一些市民也对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要是靠才能就是摁那个电梯 我觉得也不太合理 对外卖的就不合理 对啊 而且如果我们家来客人 我还出去给摁很费劲 平时如果几个月有余务 老电梯应该得更短时间 有个小区像时间长了 电梯不减的话 这种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安全 说的也都挺好的 希望能落到实处吧 即日起长春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 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 如果您有什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积极的建言宪策 于3月19号前反馈至相关部门 守望都市徐莹宇峰报道 说到这个电梯的使用 可能很多人都有话要说 因为它的确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按照我们节目当中 介绍的方式积极参与 提供您的宝贵意见 嗯 中文字幕——YK